眉头说到 你激动什么呀,乖乖地躺下 啊,那你快点告诉我吧 不然的话我今晚睡不着的 莫静涵乖乖地躺下 喳嚣说到 没人敢问为什么呀 三年前,他和BOSS一起出去出任务 那次是一次终极的任务 难度很大 他们一去就是一年半 突然有一天 他们又一起回到岛上 那一晚 BOSS大发雷霆 将安琪而全身抹光珠 绑在粗练场的木桩上面 先是使血地用骨鞭来鞭 跟着又拿着匕首 一刀刀削低他面上的皮肉 狠辣的程度令人发指 当时也有人劝他 但是BOSS就好像疯了 谁劝就罚谁 到了最后 堂上那些人 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 而安琪而 不愧是杀手界的佼佼者 不单身手了得 就连忍耐力都超于常人 他全程都没有骂人又没有求饶 连腎都没有腎一声 三哥感叹到 莫静涵听到入世神 他们本来是一对幸福的恋人 为什么突然反目承受 而且还恨得这么彻底 但既然BOSS这么恨他 为什么不折磨完他就把他杀了 还要让他在女奴部 这样就不知道了 当晚只听到BOSS说 要将他关入女奴部 永世不能踏出半步 要他用那张丑陋无比的面 每天都面对一张极其省镜的面 可能是想等他生不如死吧 三哥再次感叹 我为什么有种在听故事的感觉 这些都是真的 莫静涵还有一点不敢相信 原来那个丑女身上 有这么多故事 三哥重力摸着莫静涵的额头 傻傻地说到 傻瓜来的 三哥才没那么有空跟你说故事 这些都是真的 没多久 屋里面又响起了 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 A市 程密寒在公司住了两天 就忍受不了那里的简陋 和没有可口的饭菜 最终还是偷偷摸摸地 回了程家老宅 他不想让小米知道他在调查他 也不想让小米知道 他批评他去国外出差的事 所以这几天 他上落班都是避住人 以免遇上小米 他的车在院里停稳 刚刚入门就闻到震震饭香 和龙游烟的呱呱声 你看下你看下啦 你对他一声声阿嫂叫得这么亲呀 但是人家呢 才不将程家当回事呀 你哥哥出了这么大的事 连那个扫把声都懂得过来关心一下 哈 莫静咸那只这样的狐狸精阿好呀 不单止不回来 竟然连问都没问呀 我就不信这次情势这么大件事 他在法国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呀 就算没消息呀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出出去这么久 连个电话都没有的 手机还关上机 像样吗 你说他会不会在外面搅搅阵呢 给鹿母你哥哥带 龙游烟那把嘴 好像机关窗一 一卵嘴细地说 程米韩见到程宇咸 整面想撞场的表情 就知道他引导了极限 果然 他都还没开口 就听到程宇咸大喊 哎呀妈 我的脑子快要爆炸了 我拜托你休息一下 哎呀 你个这样的死妹丁呀 你敢嫌我烦是不是呀 生个叉烧都好过生理呀 等你还穿名牌 吃好东西 开名车 龙游烟又转向养而育女的问题 开始咳咳声 程宇咸转头 见到进来的程米韩 即时有种找到救星的感觉 风一样串了出去 一路走一路叫到 哥哥 我太爱你了 你就在这里 带妹妹受罪啦 妹妹先撇啦 拜 话音刚落 人就没了影了 第一百六十一集 想起刚刚的话题 问到 好心你就管下你个老婆啦 家里出了这么大件事 她连一个 连句话都没有的吗 怎么还不回来的 她本来呢 她本来呢就想说 连个屁都不放下的 但是及时就咳咳一声吞发下去 觉得这么粗俗的话 有欲她程夫人的身份 龙游烟的话 令到程米韩心里面一突 最近她一直心烦小米的事 竟然将静侠望得一干二净 如果不是她今晚提起 她都快忘了 她还有个老婆 程米韩突然间 有种不好的预感 自己都入了警局了 她竟然都不回来 难道是出了事 想到这里 程米韩的面色就变了变 龙游烟见到 程米韩皱眉眉头的样子 也都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确定地问道 她不会出了什么事 是吧 不知道 我先回书房 你先吃饭吧 她说完就大踏步地 向楼上走去 喂 阿韩啊 你吃完饭再上楼吧 你急什么呢 龙游烟见她的样子 方塞塞地 在后面喊道 一会儿再吃 我打个电话给正咸先 程米韩说完就 砰一声关了洞门 只见她在书桌柜里面 翻出一部家用的手机 翻住里面的号码 想找出美雅的号码 问一下莫正咸到底有没有去她那里 程米韩照着那个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里面她是传来 服务台的声音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停机 程米韩眼睛眉眉 突然间有种不是那么好的预感 历次情事的事搞得那么大祸 国外的媒体都有报道 她没可能不知道 如果她真的知道了 一定会着急赶回来 但是现在她都没回来 也都联系不了她 那就说明 她没听说这件事 或者是她出了事 程米韩越想就越急 自己真是活着 竟然半个月都没跟她联系 如果早点知道 情况或者会好些 先冷静下来 说不定她没出事 只是跟朋友出去哪里散心 确实没有听到情事的消息 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重新拿起手机 把莫静咸朋友的电话 全部都打一次 喂 你好 是不是静咸的朋友 请问你知不知道 美娅的联系方式 是 是程总 对方说话有点口窄窄 显然没有想到 那个神一样的男人 会打电话给自己 程麦韩那口那面 压抑住心里面的厌惑港道 是 我是程麦韩 请问你知不知道 美娅的联系方式 她又加重语气 问了一次 哈 美 美娅 不知 不 不知道 不好意思 收了线又打下一个 喂 请问 不好意思 不知道 喂 请问 程麦韩越是问不到结果 心里面就越是不安 哦 美娅 我知道 你等等 我把号码发给你 程麦韩满心期待 但是对方发来的号码 她是那个已经停机的号码 她的心里面越来越不安 又上网查了一下 莫正咸原来用那个号码 确实是半个几月没用了 还有QQ MSN 最近都没用过 就好像突然间人间蒸发 程麦韩记得 她那天是用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来的 她说她的手机不小心跌了到厕所 她又连忙在自己手机里面 查看半个月前的通话记录 终于找到了那个陌生号码 激动地打了过去 却是胸豪 李牧 你现在在哪 她打电话给李牧 喂 程总 唉 要人清末不是那么好吧 我刚刚才睡下床 电话那头传来李牧的抱怨声 静静点 我有急事 程麦韩对着胸中翻了个白眼 没有好气地说到 有什么急事啊 静咸可能出了事 程麦韩有点低沉地说到 自己这是什么回事啊 为什么一遇到小米的问题 就会失去理智 竟然将静咸望到一干二净 她一定好伤心顶了 出事 出了什么事啊 李牧听到程麦韩沉重的语气 不敢再开玩笑了 找不到他 就连他那个朋友都找不到 现在一点头水都没有 失踪了 你确定 你外父外母那里 你问了没有 李牧认真地问到 程麦韩听到李牧的话 周住未投港道 还没 不过我想他不会去美国 就算去 都没理由不告诉我 那你确定一下 如果不在这里再找到来得及 不是的话你搞到满城风雨 他就在外加 那不是笑大人的口 他故意用着轻松的语气说到 嗯 我一会儿再打给你 就在准备挂电话那时 他又问了一句 你现在在哪儿 小米的事有没有眉目啊 哦 我在麦小姐原来 写作那个网站那里 知道了他以前的地址 我今天刚刚到了私事 正想说睡觉 你就打来了 我明天去了解情况 知道了 你用点心思 记住 我要他过去几年的详细资料 程密寒又重申了一次 知道了 你何时变得这么沉气的 你目显得有点无语 程密寒听到对方不耐烦的语气 冷哼一声挂了电话 他没有立即打电话给外父外母 而是皱着眉头在想 应该怎样问他们 而不会被他们发现 正咸失踪了 说这次是自己大意惹的错 如果正咸真的失踪 最好还是先不要让老人家知道好 他们一定会跟着一起担心 他想了一会 撥通了莫家的电话 听到是寒雪药的声音 连望开口说到 妈 你身体好吗 我是阿寒 接电话的寒若雪微微一呆 很快就反应过来 笑呵呵地说到 是阿寒 你为什么这么晚打电话过来 你那边应该是晚黑的 是啊 是晚黑 我没什么事 就是想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你们 上次你们回国 我就一直在忙公司的事 没有和你们洗尋 真的过意不去 晴蜜汉丹小处说到 噢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事 这些事我们又怎么会记在心里 好歉啊 你们年轻都很忙的嘛 啊对 你和正咸挺好嘛 他有没有任性啊 女仔之家 有些不是那么妥当的地方 你就遵遵他啦 韩雪药黄爱地说到 没事 我们都挺好 韩雪药说 正咸是不是在你身边啊 让我和他说几句话啦 这个小孩啊 真是太不像样了 连我女婿都知道 打个电话回来问声好 这个这样的妹丁啊 声都不声一下 他用珍贵的语气说到 虽然在家里 他对莫正咸就好像对待客人一样 但是在外人面前 他就像个慈母 哦 正咸在那儿洗澡啊 要是我叫他过来啊 程密寒用轻松的语气说到 哦 在那儿洗澡啊 那就不要叫他啦 你叫他有空多点打电话回来啦 我要好好地说一下他才行 行了 我跟你爸爸都挺好 都不早的啦 你们快点休息啦 好 我叫他有空打电话给你 程密寒讲完就收了善 面色凝重 第162集 月明星熙 直撩无人 空荡荡的小岛上面 偶然会传来几声野兽的嘶响声 令到这个漆黑的夜 又添加了几层恐怖的色彩 对于这一点 莫正咸早就已经习惯了 在这个岛上面 他什么还没经受过啊 何况这个漆黑的夜晚 如果他不练大胆 他早就被吓死了啦 今晚他回来 覆他睡不着 眼都不眨地 看着安琪而休息的角落 虽然屋里面漆黑一片 就算他只眼睁得再大 其实都看不到他人影 但是他就是想这样看着 三哥今天的话 令到他很震惊 也都很好奇 但是现在他令到他 起优参本 波士曾经的女人 又是被波士亲手委去的女人 还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杀手 这些消息令到他辰转反側 他本来想从三哥那里打听一下 那个丑女的消息 然后就想从中间看下 有没有什么把柄会被他捉到 从而令到他帮助自己 接近波士 但是现在他应该怎么办呢 先不说安琪而会不会帮自己 去接近他曾经的恋人 就算是帮了 他现在都有一点犹豫啊 这么血腥残忍的男人 自己可以应付得来吗 他不想因为一些小错 就被那个变态的男人 尖皮拆骨啊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难道要在这个残忍的岛上 依靠那个噁心的男人 生活一世吗 不行 他不要这样的生活啊 他还有很多事没做 譬如杀了麦小米啦 譬如将那些虾他的战货 踩在脚底啦 譬如找到那个绑架他的男人 将他碎尸万段 譬如重新回到情脈寒身边 开始他的幸福生活 到底应不应该去接近波士 莫静咸知道 那个是他唯一离开岛的办法 但是 也是最危险的办法 一个不改自己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安琪尔曾经说过 他是特别的 而且是掌相特别 上午在三哥说出 安琪尔是一个 标准的大美女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这句话 本来他以为自己应该 跟安琪尔生得有点像 所以他才敢说 但是根据赌上那些人 望自己的眼光 并没有什么惊讶和变化 就可以排除 他跟安琪尔生得像这一条了 那么他到底 哪里生得特别呢 安琪尔现在这么凄凉 为什么还要帮自己呢 帮自己对他有什么好处呀 突然 他增大的双眼前 出现一张极其恐怖的面 而且在黑暗中逐渐放大 莫静咸以为是见到鬼呀 吓得他全身好像西匡一样 四肢脚硬 甚至连尖叫都忘记了 就在他恢复意识 准备喊的时候 一只冰凉的手 很快地掩住他的嘴巴 那张丑陋的面 几乎贴到莫静咸的面上 把声沙啞是血地说道 你再看我一眼 我就挖了你的双眼出来 莫静咸的嘴被掩住不可以说话 但是他知道面前这个面容好像鬼那样的女人 是安琪尔 莫静咸吓得心脏 啪啪声地跳 他竟然忘记了 安琪尔还是一个训练有数的女杀手 莫静咸相信 只要安琪尔想杀他 他完全不需要花费私豪的力气 简直就是揮手之间的事 莫静咸由于惊吓过度 忘记了反应 依然灯大双眼惊恐地望着面前 那张鬼面 直到他看到安琪尔手里面 出现一把立立令的匕首的时候 他才激烈地挣扎 迅速地躲起双眼 嘴里面只能发出污污的声音 不知道在这里哭还是在这里求饶 安琪尔看到他还算适相 压低一把声说道 你敢出声的话 你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呢 莫静咸点点头 只见安琪尔起身 眨下眼就不见了人影 莫静咸咸到面色惨白 一头冷汗 连忙用皮掩住头 在皮斗里面涉涉发抖 好可怕的女人 不单只生得好像只鬼一样 就连整个人都是冰冷的 行为举止更加好像鬼味一样 A时 情蜜寒一夜没睡 胡思乱想了一夜 在这里想着莫静咸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 次日清晨 他神这么早就起了身 收拾了行李 站在程雨咸门前喊到 雨咸 雨咸 你开门啊 哎呀哥啊 你干嘛啊 现在几点啊 房里面传出程雨咸气脑的声音 快点开门 我休急事啊 程雨咸听到 程蜜寒越来越急速的敲门声 最终还是 不情愿地从床上爬了起身 说到 有什么事啊 一大早 你阿嫂失了钟啊 我现在去法国找他 最近几天公司的事就交给你处理 你有什么不明的就去问董叔叔 或者是黄经理 程蜜寒交代了一句 就急急忙忙地离开 哈 阿嫂失了钟 什么回事啊 睡到懵懵怂怂的程雨咸 反映过来那一阵 早就已经不见了程蜜寒的人影了 程蜜寒开车去机场 但是走到一半 他突然骂了自己一句猪头 最近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不理智 欠思考的 既然郑咸说他去法国 那么机场一定有登记 去查一查就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去法国咯 只见他立刻掉头 而且打了个电话 叫人查出境记录 而他自己就再次回到家 哥 你怎么又回来啊 程蜜寒不解地问道 不是说去找莫郑咸的吗 有点事 他随便覆了句就匆匆上楼 翻箱堵笼地找了一次 果然他的护照还在家里 这下程蜜寒就已经基本确定 莫郑咸出了事 他一定是被什么人捉走 不是的话就不会打电话握自己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是畏财的话 那早就应该有人打恐吓电话了 但是就没有了 还是说他们纯粹想害命呢 这样的话 这么多日过去了 那岂不是他已经出了事 程蜜寒越想越害怕 打通了莫郑的电话 说到 静蜜真的出了事啊 什么啊 你确定 莫郑也都微微吃镜 嗯 他没有去美国 也都没有去法国 护照还在家里 但是半个月前 他打电话给我说 要出国的 我想他是被人标心啊 而且是被人威胁着打电话 程蜜寒声音很低沉 一副若有所思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要不要报警啊 不用 那帮警察一点用都没有 还不如我们自己找 他皮疑地说到 毕竟警察的办事效率 确实太慢 程蜜寒又好像想起什么 突然间问到 对了 你那边查得怎样啊 我刚刚到了 麦小米几年前住的小区 还没开始查啊 嗯 正咸的事我想办法 你尽快查出米米的事啦 程蜜寒周着眉头说到 嗯 你放心啦 我会尽快查清楚的了 也都可以早点回去帮你 好 是这样先啦 程蜜寒收了线 就趕快落楼 去了龙子寒的公司 对于这样找人的事 他能力有限 他只是一个商人 不是情报局 就算再有钱 都不是想找到就找到 所以找龙子寒是最明智的 他只是神勾的首领 要找一个人还不是太难的事 各各各各 进来 依然是龙子寒平静沉稳的声音 程蜜寒推门进去 说到 表哥 是我 阿寒 你有事啊 龙子寒向你不喜欢拐弯抹角 嗯 静蜜寒失了线 我想你叫人帮我调查一下 程蜜寒说得很诚恨 他觉得自己 最近好像一直都在麻烦龙子寒 失踪 什么时候的事啊 他的语气依然很淡定 应该是半个月前的事 我昨晚才发现的 程蜜寒将件事的来龙去蜜都说了一次 第163集 龙子寒认真地听着 跌低头在沉思 突然问到 他打电话给你前几天 发生了什么事 你详细跟我说一次 有些事就是这样的了 程蜜寒就不愚蠢 但是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他只是心急地想找到莫静咸 虽然说想了很多 但是有些情况他都没想到 龙子寒就不一样了 他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分析事件的关联 而且他常年从事危险职业 练就了敏锐性和动策能力 也都令到他很快就捉住事件的关联 出事之前那几天 好像都没有发生什么 情蜜寒得低头 回想着半个月前的事 不管有没有发生什么 你将现在可以想起的都说一次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龙子寒沉声提醒到 我记得静咸出事前几天 米米在美国回来 突然哭着说要和我生嬰儿 然后又说他那个孩子是我的 又拿了一些头发 让我做亲子监定 那天静咸都来了公司 不过那时候他出门了 之后米米又来吵了两次 情蜜寒将可以想起的 小事都说了一次 就当他说出莫静咸出事前几天 小米回来的时候 敏锐的龙子寒眼睛锋芒一闪 而情蜜寒他是依然 面色如常地回忆着当时的事 还是那句话 不是因为他蠢 而是他根本就不会往 小米的身上去联想 因为他知道 小米是不会做出那种事来 出事之后几天呢 发生了些什么 龙子寒没有质疑 而是继续叫他回想 后来米米又来找过我一次 那天我们在办公室 你明白吧 在之后他还是来找我 不过那时候我心烦着 就没有再见他 最后来就在方氏的周年庆会上面 我就把小米带回家 然后回到家又扮演了男女应该做的事 接着就是公司出事了 程米寒继续回忆着 他见到龙子寒略有心意的眼神 突然眼睛增大 坚定地否认到 不可能 你的想法不可能 这件事绝对不会是米米做的 绝对 他突然怒敲出来 见到龙子寒烦味的眼神 他就知道他的想法 但是那又怎可能呢 你就这么督顶 对于程米寒的怒口 他没有生气 而是平淡地反吻 我肯定 你不了解小米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这么善良这么温柔 怎会做得出这么恶毒的事 程米寒有点怒不可及 虽然他都不知道自己在怒什么 外人不了解小米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难道是在怒自己的心 都不坚定了吗 我不了解他 你就了解吗 难道那些资料你没有看 他父母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他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会和非英有接触 为什么静咸早不失踪 迟不失踪 偏偏他回来没几天 静咸就失踪 龙子寒没有大喊大叫 依然面识平淡地问道 但是他平淡的话语 就好像一把刀似 龙子寒会说一句 那把刀就往他胸口上刺一下 痛到他思心裂肺 但是就没办法阻止 情谋寒嘴边 一直重复着 不会是他 不会是他 狼狈地跑了出去 狼狈地跑了出去 唯有他自己才清楚 无论他跑出有多远 龙子寒的话 他依然回荡在他的耳边 心中 与此同时 李牧亦都在忙碌着 调查小米的过去 只见他 穿着一身普通的休闲服 拿着小米的照片 找人询问 神色略显昭急 这些是他给外人的第一印象 你好啊阿姨 请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牧拿着照片问道 这个女孩啊 好像有点面善 不过 哎呀 不是很记得了 那个司拉拿着照片 望了望 最后还是摇头 但是她确实觉得眼熟 至于是谁她就不知了 李牧有点失落地说道 哦 那好吧 麻烦你阿姨 我不阻礙你了 这个司拉不认识 又找下一个司拉 为什么只是找司拉白虎呢 是因为呀 她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每日都忙着工作 每日都忙着工作 匆匆忙忙的 哪里会留意这些事啊 唯有这些 经常在院里面神练散步的 司拉白虎 才会注意到小区里面的一些人画物 李牧问了半天 还是没有结果 她在那怀疑 是不是那个网站给错地址她 又或者是小米出门很少 认识她的人不多 突然 她有一个好主意 连望回出重重的照片 问道 阿伯啊 请问你懂不懂这个小孩啊 咦 这个不是黄麻麻家的那个豆釘 咦 这个小孩啊 好醒目 好脆智的 小区里面的人都喜欢叫她做肥仔 什么的 这位阿伯 看着照片笑咪咪的说道 李牧眼前一亮 果然她猜得没错 小米从事写作职业 又防着情物寒找她 肯定好笑出门的了 但是小孩就不同了 那么大的小孩 正在贪玩的时候 她不可能 常常把小孩关在屋里面的嘛 所以呢 这个豆釘的名气 比她妈妈高得多了 竟然问了第一个人 就问到 阿伯啊 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她家看看 我是她哥哥啊 找了很多年了 今天终于找到了 李牧扎家衣好激动的样子 好像小米 真是她失散多年的妹妹一样 那个伯父 见到李牧昭急的神情 同情地说道 年轻人 你恐怕来迟了 他们一年前就不在这里住了 李牧肯定是知道他们不在这里住了 但是他就扮作一面失望地说道 什么 不在这里住 我很艰难才找到他们住在哪里 怎么会不在这里住呢 阿伯 你是不是记错了啊 这位好心的伯父 见李牧那么紧张 并没有再以她不礼貌 和我这么说道 没有搞错 以前阿伯妈妈 整天都带着阿虫虫 来小区花园玩的 现在都成年多没有见过他们了 小区里面的人 个个都很想念那个肥仔 这样的话 阿伯呀你知不知道他们以前住在哪间屋 我想过去问下 有没有人知道我妹妹搬去哪儿 我从小就和我妹妹失散了 我这次一定要找到她 李牧说得真似感人 就差没支出两滴马尿的 年轻人 你不用急 我现在就带你去 到了那儿 你再好好地问问人 白虎表示很同情 拍了拍她肩膀说道 麻烦你阿伯 两人到了十二号楼三丹园 两人来到十二号楼三丹园 热心的白虎主动敲开了一家房门 问道 老李呀 你知不知道阿蟲蟲住在几楼呀 黄妈妈 是不是有一年多没回过来了 开门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对着李牧身边的白虎说道 阿是老黄呀 你为什么突然问起蟲蟲呀 唉呀 都一年多没见过呀 好挂着呀 是咯 那个豆釘呀 真是好醒目的 那把嘴呀 好像朗过油那样 我个孙子 如果有那么得人喜欢就好了 姓黄的白虎也在感叹 第一百六十四集 李牧见两个老人家 一傾起身就鸡刀不断 直接把他担在一边 认真无语呀 咳咳咳 那个 李大爷呀 你知不知道我妹妹住在几楼几房呀 李牧不得已打断两人 你是 是 开门的李大爷问道 啊 是啊 我真是老懵懂了 过来找人的 唉 认真不好意思呀 年轻仔 王大伯不好意思地说道 唉 老你呀 这个呢 是阿松松的舅父 过来找失散多年的妹妹的 他向李大爷解释道 哦 是小米的哥哥呀 唉 你来迟了啦 他们两仔啦 一年之前就搬走了啦 我刚才都听阿黄大伯说过的啦 我就想说呢 去他们住过的地方到望下 你们知不知道他搬走去哪儿呀 李牧故意问道 李大爷突然间说道 啊 我醒起啦 他们呀好像未搬走的 一年之前 听他说话要去 A市有什么事 谁知道呢 就带着个儿子 去了整年多都没回来 房间可能未退呀 他在这里中屋住呀 唉 你大爷 实不相瞒啦 我和我妹妹自小就失散了 唉 我找了她好多年啦 李牧又开始抹眼泪啦 年轻仔 你不用这么深夹 一定找到的 啊 是啦 要是你去张妈妈那儿问下 小米是租她家的 说不是她会知道呢 几个人又一起来到了张妈妈家 李牧不想惊动太多人 就叫了两位白虎回去了 他独自一人在屋里面 想问着小米的事 张妈妈 你一个人在家呀 你的子女呢 李牧懒熟落地问到 面前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有点耳背 没听清楚她说什么 又好大声地问了一次 你说什么话 我没听清楚啊 李牧知道她只耳不好洗 又大声地问了一次 我说 你的子女不在身边吗 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呀 啊 他们去了外面做事啦 平时不是整天都回来的 老人说起子女有点心酸 看得出来他很挂着他们 我想跟你打听一些事 这个人你懂不懂呀 他又拿出了小米的照片 指了指问道 SHAKE 这个是小米 这个是虫虫 现在不享受住咯 老人摆摆手 哦 张妈妈 是这样的 我是小米的哥哥啊 我们兄妹自小失散了 我是来找她的 你知不知道她去了哪儿啊 不知道呀 一年前就走了啦 连房子都没退 就走了啦 小米是个好女仔来的 好不用意呀 我一直跟她留住间房 如果被穿的哥哥 哇 我早就把房子清了出来啦 张妈妈大声地说道 李牧点点头说道 多谢你 我妹妹这么多年受苦啦 我这次就是来找她 和我外生回家的 啊,对啦 我妹妹是什么时候搬来的 那你一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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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 好 你 你